凌光电天满宫位于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的新艇通京出川德大四殿艇 凌光电天满宫是一座充满历史故事的神社 主寺天满天神、兼元道真、吉德川家康 这座神社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地标 更是见证了日本千年来的信仰传承与历史演变 千年历史起源 凌光电天满宫创建于宽仁二年 2018年,有尖元道真的第六代子孙尖元一厢奉斥命在尖元道真就领河内国弱将军中建造 神社名称的由来,源于一则传说 尖元道真遭贬官时,天上一道神圣光芒照射而下 同时天异神与帝是天也现身护佑,象征神力的显现 历史事件中的神圣庇佑 在蒙古袭来之际,后与多天皇曾倾覆神社祈求击退外敌 不久后,蒙古船队几乎全军覆没 天皇因此赏赐天下无敌必胜利运的匾额,彰显神社的灵验 然而,因人之乱让神社的源止于领地一度失守 后来迁至东四境内,直到保利十一年,1761年,才重新坐镇于今日的地点 这段波折历史,让灵光电天满宫成为京都文化深厚的象征之一 灵光电天满宫与德川家康有着深厚渊源 圆归元年,1570年,德川家康曾在此祈愿天下太平,并积极协助若江家在兴 家康过世后,宽永十三年,1636年,祈孙德川家康将家康的神像从仙洞域所迁至此地 供奉为祭神,让灵光电天满宫的历史更添一层意 江户时代,随着社家若江家的复兴,神社再度得到扩建 并在明治五年时移住了静卫家的旧镇首社,成为今日的建筑样貌 灵光电天满宫不仅是祭祀天满天神的地方,也承载着德川家康的历史记忆 这里不仅供信徒参拜,更吸引无数历史爱好者前来探寻过去的足迹 走进神社,仿佛能感受到古老传说中的神圣气息,体验日本文化与信仰的交织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